欢迎收听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在我们现场呢 在我左手边的是李世洋 然后这位是邱美芳 那美芳先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微剧场 当时一开始 我知道我们当然是着眼于 所谓中台湾的人才的培育 那我们当 我记得我们当时其实也很担心 说这样出来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 投建 会不会最后没几件可以选 或者选出来又不够精彩 那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怎么讨论出来的 其实微剧场我们当初一个起心 就是当初在起心动念 就是希望可以让 因为我们发现台中地区的 戏剧舞蹈的演出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想说可以透过微剧场的征戒 那因为有这里面设计了一个 顾问辅导的机制 然后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 有个机会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顾问陪伴可以帮助他们调整他们的作品 让他们作品是可以很漂亮的 那所以这是当初为什么设定叫做微剧场的关系 因为我们希望在微剧场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最核心的那个创意 我们没有一定要他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演出在微剧场 我们希望陪伴他们去挖掘出那个创意 所以我们就是设立了一个这样微剧场的一个计划 那就像建英杰说的 当初我们就在想到底会有多少人来投 因为真的是台中我们之前在在在研究台中的这个地区的表演艺术 生态时候发现真的戏剧舞蹈类的非常的少 那因为有以剧场演出这件事情的话 他不能只有音乐嘛 他还有其他的 那没想到其实还蛮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我记得我们大概收了27件 对 然后有各个类型都有 这是其实是我们很开心看到的一件事 对 而且很多类型也真是不在我们的预期范围里头 我也要跟各位观众这个透露 就是其实什么叫做表演艺术的征选啊 就是第一大家都会想 如果文学可能就记稿子过来了嘛 对不对 那表演艺术要怎么征选呢 用几张纸嘛 A4纸写一写就可以表现我的想法嘛 就是每方就讲一下这到底要怎么征选这件事情 好啊 因为我们就在想说 这个征选的过程 以往我们自己在看征选的企划书 好像不是可以那么清楚的知道 这些创作者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想要表现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征选过程 设定了几个阶段 当然书面的资料是第一步 我们先认识你 然后再透过书面资料 我们选出了几组创作者来面谈 我们就安排了我们的评委 跟艺术总监 我们跟这些团队面谈 更深入的透过企划书里面 我们看到然后想要了解的 然后再跟他们讨论 然后跟他们确认说 你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甚至有些我们给一些建议 那之后我们选了12组来 现场呈现10到15分钟 他们真正想要讲的一些东西 所以面谈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已经有20几组 20几组 对 那好 那我左左边的试扬 就是当时要参与面谈的那个人 来谈谈当天面谈你准备了什么 然后你还可以回想起来 当天你是不是很紧张 对 其实当天就是还蛮紧张 因为毕竟第一次到台中 然后又在国家级的 就是表演艺术厅里面 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也蛮紧张 因为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机会 可以一起到这里面来一起做这个制作 所以你投键的时候是认为你一定会落选吗 也没有 就只是我想说因为我们可能 因为台湾在对于特技跟马戏这块的层面 大家对他的认识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想说 给自己一个机会 然后也看看就是 有没有机会来跨出一个新的表演模式 然后或许在维剧场里面 我们可以探讨更多不一样去呈现马戏 跟杂耍的方式这样子 所以创造焦点大概是我们这次选出来 唯一一个是这个特技跟马戏 这个类型的一个团体 所以世昂今年几岁 25 几岁开始练特技 大概是10岁左右 所以你现在已经很操劳了 15年 15年的资历在这里了 那所以你想做的是什么 跟别人不一样的马戏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请世昂好好告诉我们 好 回到周日与歌剧院有约 那世昂你大概有几个人 一起组成了这个焦点 我们其实大概有六个团员 一起组成了这个创造焦点这个团队 那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次微剧场 我们也大概找也派了八个演员来演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可以在这八个演员中 我们去尝试一些新的不同的表演方式 跟大家互相来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 然后把整个节目再让它更精致化 因为当初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是想说想要做出跟马戏不一样的感觉是 因为平常大家看到的马戏跟特技都是比较华丽 然后跟夸张的那种包装 我这样讲一般我们看那个特技 大家现在很多人心目中大概会有印象就是太阳马戏团 对 哇就一直翻跟斗翻斗翻斗 然后那个踩高校踩高校踩高校 然后做各种惊险的动作这样子 那我们当时在选这个创造焦点的时候 觉得哇这群玩特技的小孩 其实很抒情 就是玩非常有内心系的这样子 然后想要表达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们想要冲出来跟大家讲的 特技杂耍 其实不是只有表现技术而已 不是表现那个华丽丢瓶子可以丢几个这样子 不是在挑战金式世界纪录的 那所以我们当时来说 哇这好非常文青的一批杂技演员 你们喜欢人家叫你们叫杂技演员 还是特技演员还是马戏演员 其实因为我觉得特技跟马戏还有杂技这三个词 就是以西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东西方的那个称呼啊 因为在西方它叫做马戏没错 但是在东方它就有杂技跟特技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大家要怎么称呼我们这个称号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马戏特技或是杂技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接受它 因为就像我们可能到国外 他们一样用circus就是马戏 对马戏代表这整个团队 那可能在东方我们就会比较像特技 用使用特技跟杂技这两个词 对 你们是小时候很疲吗 所以才会被家里同意说就去学 因为总觉得学这个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嘛 对不对 因为这种就是 就是一定要天天练功 这没有什么捷径的 就是你非得要练功 对 那你们当时会是自己选择要去念这个杂技的这个 呃其实因为应该是我自己小时候爱玩 然后然后我妈就想说把我送去那边念念看 但是我刚开始去就是因为也很陌生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全新的环境 然后你必须要离家去住 跟学校统一 所以几十岁可能就要住校了 对就是急速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特技这个东西它也是慢慢 我其实也自己我其实自己是慢慢练出 对因为以前你知道会去念这个 我们想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看的就是李唐华特技团 通常就是他们就是住家里 然后就跟做学学传统戏曲是一样 他要做科 对 然后那个学细校的生活真的很苦 对 那以前当然老师还要用打 对啊没错没错 那你们也被打吗 但是我觉得老师打是有他的道理在啊 因为他就是必须要去要求你动作 必须要到那个最精准的位置 所以他会拿棍子去打你 那个是他是想要要求你 他不是因为为了就是你可能太皮啊 想要就是去揍你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你开始有偶像吗 你在学习上的过程有没有偶像 嗯你说是特技类型的吗 哪一个都可以 诶其实好像没有 所以你自己想要练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觉得哇 哇那就是我想要达到的地步 呃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 我觉得可以练到一个自己接受的范围 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带给观众一个 让他们去可以接受 或者让他们有 只要我觉得可以带给他们 不管是各种任何心情 不管是开心或者是难过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可以在表演层面上面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因为你可以把你的表演的渲染力带给观众 观众就会回馈给你他最真实的感受 嗯哼 对 嗯而且你们这几个同学 当时你们怎么会想到要自己要组成一个团 那么你们大概想要透过这个团呈现的作品 想要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嗯其实我们当初会想要成立团 是因为我自己也想说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练习了这么久了 然后我也不想要让他就是 已经到一个境界之后我们放弃这件事情 然后再者是说就是 呃因为我自己也很想要一直继续做表演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要成立创造焦点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带给大家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 不只是有华丽的特技 也可以有说故事的内容 跟一些情感的传递这样子 这是现在在学校会也会教你们要编写剧本进行创作这些课程 嗯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就到就是到大学的时候我们才会就是自己有做创作 就是每一个人会有他最适合的项目 就是你可能想想要做创作 你想要当演员你就当演员这样子 然后我是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开始慢慢走创作这一块 对所以才到毕业之后 就是才想说就是成立团队 然后我们就继续来发展我们的作品 然后就是来看说 呃应该是说是去尝试 去尝试看看我们有什么更多不同的可能 对 所以这样的专长是在哪里 我的专长是杂耍棒 我们这一次里面那个就是有一段节目 那个杂耍棒的节目 那个是我的专长 嗯你自己挑选的 在学校就学 对我在学校就是练这个 对啊 那他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他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操控 因为你每次必须要 杂耍棒就是一个像 保龄球瓶 对保龄球瓶那样 所以通常只会用这个道具 还是还有别的道具 其实还有球也还有就是杂耍有球跟圈 还有刚刚我说的那个棒 这三样是杂耍最主要的项目 嗯 那我自己本身练的是棒 因为我觉得棒的最难的地方 应该不是 应该是说棒是杂耍里面三样最难的 因为他必须要让每 你每次丢上去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一个 呃 一个要让他去一直去旋转 他要转来转来 对他要一直在空中旋转 所以你必须要在最精準 是不是被自己打到 有啊就是可能会丢到头啊 或者是丢到嘴巴之类的 对因为有时候练动作难免 旁边ok棒伺候这样 对啊 所以他其实操控在于 他必须你每一次丢上去 你都要旋转他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难的地方 对啊因为你从三支 然后一路练到五支 然后他不光是丢一圈 他有时候丢的是两圈 甚至是三圈 对你就要控制在那个手感上 然后让他去 让你每一次出手的时候 可以在一个最精准的状况这样 嗯那你怎么练呢 就是一直对着墙壁一直练啊 掉了就捡起来 为什么要对着墙壁 因为我因为其实他刚开始你练杂耍的时候 你会一直去 就如果假设我今天面对的是一个空的目标 你会一直想要往前走 哦对但是如果我们 就对着墙壁练的时候你就会定在那边 对对所以就是这是我自己 就是刚开始是对着墙壁练 然后掉了 所以每一个人练的方法不一样吗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自己有他自己练习的模式 对就是大家会有抓到一个他自己对这个项目练习最好的方式 这样子 嗯嗯嗯嗯 所以练棒子的时候同时肢体要怎么去配合呢 呃练棒子的时候我觉得肢体要配合的话是 就是你要要去把你的肩膀放松 然后手腕也要去也要放松 因为你如果一直僵着的话 你丢起来就会很像感觉像机器人在做这件事情 嗯那我们就是把所有身身体的状态都放松完之后 然后我们去轻松的丢他 就会让大家在表演上面看起来会是一个很轻松的状况下 嗯对就不会感觉很僵硬在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那但是如果当你有两个或三个 丢棒的演员集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就要想的是一个队形的组合 对跟这些棒在空中怎么样有花式的旋转 对对对那这些东西你们几个人一起讨论的时候 会不会有各有各的意见 然后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做 他是不是可以一个你知道就音乐 我们可以有看到独奏家 那你们怎么你们会不会有有这种 也想自己个人的表现 然后以及跟群群体的这种中间 你们怎么去分配这些 嗯其实如果照正常表演来说 我们会在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先 大家会先讨论好一个默契 那如果有些地方他需要solo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他出来做solo部分 然后基本上还是像我们丢团提棒 我们就以团提棒为主 不会就是有每个人自己 就是突然出来solo一个人这样子 所以就会变成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两个人以上同时在操控这样东西 对所以不会有去 其实我觉得这还好 因为就是跟大家沟通完成之后 我们就不会去做有争执这一块 所以我偷偷问一下 你有没有因为很会丢 所以就交到女朋友了 因为很会丢吗 可能吧 就可能大家看到我在丢屏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练功 大家还是会就是全部的 就是两个班级会同时在一个地方 对啊 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音乐 我们回来再来跟诗杨聊天 好欢迎再回到周日以歌剧园有约 我们刚休息时间已经聊开了 因为一直很好奇 什么东西可以让现在的年轻孩子 着迷于这个不断不断不断 因为你知道杂技其实是没有别的窍门 第一件事真的就是要愿意花时间去练习 那我也记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观众 其实看表演就是真的最低的要求 他绝对不能有失误的 尤其我以前看过那个文章 就是太阳马戏团 对他们团的要求 第一件事情就是零失误 因为真的不得了的摔下来 就是一跟零的两个方向而已 没有什么中间99分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诗杨你当时在选这个 有没有很吃过苦 然后觉得不想要练了 其实也是有 因为一定会遇到瓶颈嘛 然后在那个期间说真的就是 我那时候自己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叛逆 就是可能会一直想 就是想要离开那个环境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 算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我自己其实有一直翻墙回家做这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就是 国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练到就是 不太想要练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翻墙撬家 撬笑 撬笑回家去 那又被爸爸妈妈赶出来吗 没有被赶出来又被抓回来 然后我又再翻出去再回家一次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就是 可能刚好卡在一个瓶颈上面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有点不太想要练想要放弃了 但其实好险后来就是我妈也就是一直把我 再抓回学校去 然后让我变成就是现在对这个东西是很着迷 然后让他去 让我自己现在也做表演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就是我中间一个过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可能突然去 可能突然中邪之类的 其实各位听众今天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诗养的节目已经在剧场已经发表完毕了 所以这次节目其实大概有哪四种这个做那个道具会呈现 这次节目有一个高空环 然后再第二个是杂耍棒 然后再一个杂耍球 然后还有一个软骨弓 对这四样就是我们这次的作品 然后把它就是分成四段来做呈现 对我们也看到四种不同的演员了 好像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那个个性也不大一样 对那比方我们来谈谈这个空中环 所以这个女生通常在练的时候 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看的时候 她是唯一一个要面对自己来练习的 对她是不用跟别的团队成员一起 对那她通常要怎么去练习 她自己就是平常的时候她练习的时候 她就是她一上到那个环的时候 她就必须要全身贯注的在做所有的动作 然后包括每个套路的过程 因为她在空中 她掉下来就不得了 对所以她必须要很专注 她只要有一不小心闪神 就会有可能会从空中直接掉下来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每次让她上去的时候 她就要全身贯注 所以空中环最常受伤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常原因就是自己疏忽 可能你突然在一个动作你突然走神了 然后你就导致你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 可能就会不小心因为没有在那个点上面 然后掉下来这样 就真的是掉下来 对真的就掉下来 因为其实这个在之前发生过蛮多案例的 就是因为她自己不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面 然后就为了就是顺到下一个动作的时候 就不小心就会掉下来 所以这次我想最后可能请诗雅来告诉我们 这次你知道 因为我知道歌剧院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给你们蛮多的严格的要求 以及爱之深则之切的关怀 所以你要不谈这次从排练到最后 现在完成了你的整个一路的想法 其实最一开始的当初的想法是我想要把大家 就是用表演特技这件事情来说一个故事给大家 那也就是经过就是老师他们这次一起来看牌 然后我们重新调整 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要怎么去调整跟修整完了之后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有比较符合到当初我自己跟老师们 还有所有人预期到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刚开始自己在做创作 那也会就是不知道有一个正确明确的方向 那就经过这么多次跟大家排练 然后老师们来看牌完之后 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方向跟目标 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也是希望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 不一样的马戏的诠释模式 其实就像刚刚施阳讲的 我们其实接到的案子非常多 那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作品 我们看到他非常有趣的创意跟用心 可是事实上他可能对于使用剧场 比方说他可能灯光很不熟悉 他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叫灯光设计这个概念 所以综合性的这些剧场的元素 怎么使得他的作品跟他的创意 可以发挥的更完善 那这件事情在过程当中 各军花了很大的心思 尤其是美方这里 美方要不要跟我们也介绍一下 在今天我们一起跟这个映照同时演出的 另外还有一个团是一个来自和平的 泰亚原舞公放 他们这次要呈现的节目就是在讲 他们快要消失的一个传统 那他们是非常就是泰亚族 他们就非常歌舞是非常棒的 但是对组合成一个剧场 他的戏剧结构或者是 但是就像刚才建议姐讲 他灯光他应该怎么做 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我们在甄选出来他们的作品之后 这个作品是情深意动 在讲泰亚的一个抢婚的一个习俗 那他们已经有一个基础的戏剧的剧本 然后歌舞词曲都有了 那我们就是协助他们把这个戏剧的部分 的情绪抓得更浓烈更清楚 然后再辅助我们邀请一个灯光设计 来协助他们在每一个段落里面的灯光进来 怎么配合他们的歌舞 那我们也邀请歌剧院的艺术家 歌剧院的驻管艺术家靖敦 来协助他们关于在情绪 你在这一段应该是什么情绪 你到底是天真的 还是是一个很成熟的男人 要去抢这个女孩子 所以你因为你的情绪不同 你的动作会不同 你的歌的那个唱出来的情绪也会不一样 那他们也一起讨论说 这个区位他的灯光是什么 他应不应该暗唱 就进到下一段 那就是以这些来辅助他们 以前不是那么熟悉 或是很习惯的一个 进剧场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次非常综合性的 我们看到了四个团体 之前还有景象剧团 跟牛牛 一个用物件的 所以他们四个非常不同面向的 成就了我们今年的维剧场 那么很希望来年可以看到 这四个团队在艺术上面 有更精进的表现 那么谢谢今天两位的参加 谢谢 感谢您的观赏 周日与歌剧院有约节目 由台中国家歌剧院企划制作